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给大家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来自英国的一则悲剧 著名记者吉尔单独于1999年在伦敦家门口被枪杀 至今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这起谋杀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众多的猜测 但真相依然是个谜 接下来谈谈英国脱欧后的最新发展 自4月30日起 进口到英国的新鲜食品 需接受检查者不仅增加了时间和成本 也使得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变得更加繁琐和昂贵 这对于小型出口上来说 尤其具有挑战性 最终将导致消费者面对更高的实定价格 最后我们关注中国与菲律宾之间 关于南海的绅士协议 被认为是维持外离制的协议 被认为是维持该地区和平的关键 但任何违背协议的行为都可能引发冲突 威胁到地区的稳定前来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些市政撼住公众的姓名 无论是未解的谋杀案 政治经济的转折 排斥科技与市场的激烈竞争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时代的变迹 也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欧洲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报导了一通震惊英国的事案 Jilden Doe的谋杀案 Jilden Oswey BBC的明星主持人 她誉为英国的戴安娜公主 她于1999年4月 在伦敦西部的加门外壁枪杀 这起谋杀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和大规模的调查 但即使20年过去了 案件仍然没有解决 Dendo的前卫婚夫 现为英国女王的妇科医生 Alan Farley 事案发前 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 尽管侦探们调查了 众多潜在的新医院 但没有人因此被起诉 这起谋杀案引起了 持续的媒体关注和公众兴趣 并且有多部纪录片和书籍 对此进行了探讨 为了纪念Dendo人们 在萨摩塞特建立了一个纪念花园 并且还成立了一个 一个以她命名的犯罪科学研究所 转向政治经济领域 彭博社Bloomber报导 为英国脱欧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成本高昂的边境检查开始实施 自4月30日 从欧盟进口到英国的新鲜食品 需接受检查 这不仅增加了进口上的负担 也导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 变得更加昂贵和繁琐 丹麦皇冠公司Denis Crown 作为每周向英国出口1000吨推荐的公司 表示已经长时间准备面对这些检查人 而小心出口商 可能会因为英国变得更加昂贵和繁琐 而避免与之交易 这最终将导致消费者迷度高价格的产品 从4月30日起 欧盟出口商将不得不为 通过英国港口的商品支付 高达145英镑约合182美元的费用 以补贴英国新的健康检查费用 英国政府预计这将使食品价格 在三年内上涨0.2%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消费者支出将减少0.4% 在科技和市场竞争方面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ball的 国际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现状 面对电动车EV对手的激烈竞争 包括大众汽车VW和本田荒者在内的国际品牌 正专注于提升可靠性和安全性 这些公司计划采取平衡的策略 同时关通汽车和电池动力车 Zen池动力车 与专注于电动车快速普及的中国对手形成对比 去年中国车品牌首次超过外国对手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每卖出三辆新车 就有一辆是电动车外国制造商认为 长期经验时期竞争力的来源 并且认为在中国汽油车和混合动力车仍然是增长引擎 这些故事从一中未解的谋杀案 到英国脱欧后的经济挑战 再到国际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展示了一个多面且复杂的世界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时代的并肩 以及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努力和硬背 这些故事不仅是新闻报道 也是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提醒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与变动的国际局势中 各国的安置与合作策成为了热门讨论的话题 从日本加强与美国的防卫合作 到伦队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中 出现的具有争议性的行为 再到世界反禁要机构 WD处理中国游泳选手禁要案件的方式 受到质疑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也揭露了其中潜藏的复杂问题 首先定据纸片摊子的报道 日本已承诺成为美国的可靠防卫伙伴 但对于其网络和资源安全的脆弱性 仍然存在住担忧 日本首相岸天文雄 已表达了日本协助美国应对安全挑战的承诺 但专家们担心 日本在防范网络威胁方面的能力 美国和日本宣布了新的军事合作领域 包括利用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防卫生产 并可能与UTA、US所办国家 澳大利亚和英国开发性技术 另一方面 在英国根据Yahoo!US的报道 一名男子因在伦敦中心的一场 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 佩戴支持哈马斯的头戴被判有罪 24岁的Holy Hasty 在2023年11月 于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上 戴着席友是Holy的头戴 被判定为以某种方式 或在某种情况下佩戴 已引起合理怀疑他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在英国被指定为恐怖组织 Hasty将于6月21日接受判刑 在另一个与体育相关的国际议题上 纸片Tent报道了 世界反尽药机构WAT 请求一名独立检察官审查机 处理设计23名中国游泳选手的案件的方式 这些选手因为检测处方心脏药物 而成阳性反应 WAT还将向中国派遣一支 合规审计团队 以评估该国的反尽药计划 该机构面临批评 因为在接受中国关于阳性测试时 由于食物污染的说法后 被对游泳选手进行制裁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国际政治和体育领域中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必要性 无论是在提升国家安全处于国际争议 还是确保体育赛事的公平性上 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 透过沟通与合作来克服挑战 确保一个更正的世界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虽然面临的挑战多样且复杂 但通过国际合作与对话 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 每一则新闻都可能牵动住国际市场的身间 从特斯拉在印度的电动车计划 到台湾推出奖金时雕像的决定 再到中国通过针对贸易伙伴的关税反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出各国政策和市场动态的变化 也展示了全球政津局势的微妙平衡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伊隆·马斯克推出了与印度总理 达德拉·莫迪的会面 但特斯拉在印度的电动车计划 仍在稳步推进 马斯克原本预计在莫迪政府 上月宣布对投资至少5亿美元 与制造设施的公司降低某些电动车进口税后 在印度设立制造厂的计划 然而由于特斯拉的重大义务 马斯克取消了此次访问 尽管如此 分析师们相信 特斯拉最终将在印度势力基地 特别是考虑到印度在2022年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 在另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台湾政府 决定拆除所有讲解式雕像的消息 这项争助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评估 同时报道还提到了中国 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前 展示核实力的举动 以及中国对美国对TikTok刷出的卖出货 禁止最后通牒感到不安 此外 香港因超市寿司塑料包装问题受到批评 日本警告即将到来的夏季 竟会异常酷热 而在广球会上 外国人成为了焦点 从日经亚洲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中国已通过一项新的关税法 该法允许中国对那些对其出国产品 征收关税的国家进行报复性关税 这项名为关税法的新法律 将于12月1日生效 明确规定了对中国进出口获 无征收关税的各项条款 这被世卫对中国与美国和欧盟 因中国过生产能而紧张关系的回应 曾记师认为 中国通过这项新法律 旨在巩固和改善其贸易防御能力 并旨在威慑其在国家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紧张与变动 从特斯拉的战略布局到台湾的历史审视 再到中国的贸易政策调整 每一步都牵动住全球的注意力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住各国的内部政策 也对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产生深入的影响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了解和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动机和影响 对于预测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映 从货币政策到国际关系 再到科技巨头的未来 我们正见证住历史的每一步 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些话题 看看他们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来自敏贴一时的报道 揭示了日本央行BOG面对日元 对美元汇率跌至三四年低延的情况下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政策不变的决策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 央行会采取行动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 BOG仍将指导隔夜拆借利率 保持在0%的0.1%之间 并将继续购买日本政府债券 这一决策背后的考量是多方面的 其中包括对于日元贬值 可能加剧日本的通胀压力 以及增加货币政策收紧的可能性的担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提供了一个 关于国际关系的视角 探讨了中国与菲律宾间 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绅士协议 这份协议并非命名 其存在已被菲律宾外交部长 在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对话中提及 该报道警告说 这项协议可能会引发战争 危及在地区的颗外 还有观点认为 中国在中亚的铁路连接计划 发生冲突 因为这些铃接主要具有商业性质 在科技领域 Giprinterns报道了 关于Bitance及其旗下应用TikTok的最新动弹 据消息来人透露 如果Bitance用尽所有法律选项 来对抗美国禁止TikTok的立法 该公司宁愿关闭在美国的业务 也不愿出售TikTok的算法 必是为Bitance应用的核心 因此很难将应用连同算法一起出售 这一决定反映了Bitance 对保持其技术和操作核心 不受外界影响的坚定历程 即使TikTok只占败电线 层体收入和日活跃用户的一小部分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境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决策 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还是科技行业的未来走向 我们都能看到各方如何在不确定性中 寻找自己的道路 这些故事不仅是新闻 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 见证住历史的每一步 在最近一系列的国际新闻中 香港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从政治到经济 从社交媒体到金融市场 这些事件的发展 不仅影响住当地的生活 也牵动住全球的目光 首先 南华早报报导了 香港政府对欧洲议会的强烈不满 欧洲议会近期通过了一项 非约数性举议 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提出批评 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媒体大亨李志英 香港政府随后发表声明 指责欧洲议会的行为是政治霸权和虚位 并对其提出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及其他官员 实施制裁的呼吁表示强烈反对 称之为充满恶意的政治作秀 另一方面 随着美国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TikTok 禁令风源在即 CNN报导了TikTok公司字节跳动 对于出售该平台的传言予以否认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的新法律 可能导致TikTok和美国全力进入 应对这样的压力 字节跳动通过其拥有的 今日头条新闻区和英文发布声明 称出售TikTok的传言部署时 并强调公司 正以强调公司对于潮汕的立场 在经济领域南华早报 也报道了香港股市的亮眼表现 在一系列支持政策和中国公司 积极的财报影响下下 香港股市见证了自2022年11月以来 最大的周度涨幅 特别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公司 CNLUX商公司 CNLUX在公布第一季度年度盈利增长24%后 其股价上涨了5.5% 这一切都显示出 投资者对亚洲第三大市场的信心正在恢复 这些事件反映出香港和中国大陆 在国际舞台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政治到经济 从社交媒体到金融市场 这些发展不仅影响住当地的生活 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无论是面对国际压力 还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机会 香港和中国大陆都展现出了 坚韧和应变的能力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 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决心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